哈囉大家好,我是副專業開箱的老闆 那很開心又來到我們今天的副專業開箱系列 那我們這次要試吃的東西是7-11的新品 那它已經出一陣子了 首先我們來先吃牛奶糖的熟布品 生油牛奶糖熟布品 那它的售價是 細長厚 那講到40塊我就負責不講了 這麼小一個,然後賣40塊 很貴捏 真的 如果它不好吃的話,我真的有點不太建議大家去買這個 因為真的很小貴 每次試吃的時候,我就放一個村屋吃的太大口 所以每次都吃太大口,然後就在那邊搖搖搖 然後搖個10幾20秒 它這個布丁 不是那種 我們台灣那種同一雞蛋布丁 它這個布丁吃起來比較類似 那種 也不能說是烤布雷 可是又有點像 它 滑滑嫩嫩的 然後它布丁很綿密 然後 布丁裡面的牛奶糖的味道其實沒有那麼重 就一點點 可是它外面的那些湯汁啊 那些湯汁啊 的牛奶糖味道就 真的還蠻重 剛我打開,吸了一口 真的 我覺得我再次撐有半張 那 1到10分的話,我可以給它7分 OK,再來我們來吃 福樂的蘋果塊風味優格 那它 其實還蠻大的 它的售價是 35元 但是因為 長鮮的關係 所以它現在 側人賣 賣32元 小三 然後 剛剛那一打開 它那個東西全部噴出來 就有一種 你自己偷偷在打手牆 然後全部都噴到自己身上的感覺 那我們剛剛被射滿臉之後 我們現在要開始試吃了 呃 這種優格 搭配 蘋果派 這種蘋果的東西 這個它那個太辣了的 太辣了的 太辣了的 好 辣完之後 我們要聞一口 嗯 優格味很重 它 優格的味道很重 然後 其實你剛剛 這樣子吃起來 蘋果的味道沒有那麼 那麼突出 不過 既然它都說是蘋果派 我覺得 我個人認為 我吃不出 一種蘋果派的味道 我覺得它 裡面 蘋果派跟優格已經被分化開了 所以 1到10分 我給它 6分 為什麼給6分 因為 優格還是好吃 只是吃不出蘋果的味道 比較可惜 如果吃得出蘋果的味道 基本上 7分應該是沒有問題 最後一個是 這是出入牧場的煉乳麥芽牛奶 那出入牧場應該 大家都知道吧 出入牧場的牛奶很有名 牛奶真的滿好喝的 那這次它搭配的是 煉乳跟麥芽 不知道 喝起來是 什麼樣的 性風味 這種東西照顧要先聞一口 有奶味有麥芽味 可是我聞不出什麼煉乳的味道 可能煉乳的味道 跟牛奶中和在一起 然後他說喝的時候會咬力咬 但是我忘記 這樣咬 我這樣咬 不會不會 不行啦 我們是補片級的 這種輔導級的動作 是不可以出來的喔 到時候要分級 再來就是這樣子咬 我很怕它 牛奶會從我這個 開口的狀況 跑出來 三個月後 一次反顧 你裡面喝得出牛奶 然後煉乳 跟麥芽 你一進去是牛奶跟麥芽的味道先出來 然後你才會喝到 煉乳的感覺 然後那個煉乳的後勁 講後勁感覺有點怪怪 然後在吃什麼嗎 但是 不得不講 那個煉乳的後勁 在我嘴巴殘留的感覺 真的很棒 所以我建議大家 如果沒事想吃早餐 就買這個吧 剛忘記說 他建議售價是38 但是因為 心理喪失的關係 所以他一直要3-4 OK 講到這邊 我們還是要打個分數 這個牛奶1到10分 我可以給他9分 真的很好喝 我本身就超愛喝的奶 那他剛好又對我的味 又賣牙又戀 這種東西特甜 也不是說特甜啦 他甜的剛剛好 那甜完根素 我還是要 再補充一點 他這個乳含量50% 那我剛剛這樣子喝起來 我真的覺得他很好喝 而且他38塊 所以貴不貴說不便宜 其實也不便宜 然後再加上 出入牧場這種牛奶的豪製程度 我覺得他已經可以屌打 市面上現在所有的牛奶 那我的影片今天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影片可以幫我按讚 幫我按個訂閱 我是好 大家掰掰